网上有一个说法就是一张纸最多只能对折7次 那这个说法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 首先它就非常的让人难以幸福 我们按照常理想一张这么大的纸 怎么着也可以对折个十几次吧 7次是不是太少了 那么今天我们看一下一张纸 在不借助工具的情况下能够对折多少次 那我是准备了三种纸 一个是普通的A4纸 还有这种餐饥纸 还有这种非常薄的锡箔纸 这个是铝箔纸还是锡箔纸 我们先从这个A4纸开始实验 一张普通的A4纸我们给它对折 一次了 然后是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在第六次的时候 它这个厚度已经有点影响我们对折了 然后第七次 这第七次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费劲 如果不借助工具的话 我们只能叠成这个样子 那叠成这样之后 这个形状这个厚度 已经不允许它再对折下去了 还真的是七次 那看来网上这个说法 它并不是空穴来风 不过我们还有更好的这种餐巾纸 它首先非常薄 其次呢 它还非常的柔软 我们看一下 这个餐巾纸能不能突破七次的限制 一次 二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哇 非常的容易 六次 七次 哇 八次 第八次不行了 在第七次的时候 它就变成这种 已经接近一个圆形了 然后我想叠第八次的话 怎么也叠不起来了 这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啊 不过我们都知道这个餐巾纸 它是有好几层的 应该是有三层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最薄的这一层给它拨下来 看一下用最薄的这一层 能不能突破七次的限制呢 好 我把这个最薄的这一层给它拨下来了 看到没有 更薄的一张餐巾纸 来点一下啊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五次 六次 七次 我感觉有戏 这是第七次 还非常的薄啊 第八次 哇 这个三分之一厚多的餐巾纸 成功的突破了七次的限制 你看 叠了第八次是这样的 但如果想要叠第九次的话 是完全不行了 第八次再对决一下 是这种状态 这种应该也不算是对决了吧 所以我们知道了 只要是纸张它足够的薄 就可以突破七次的限制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这种更薄的锡箔纸啊 看看用这种锡箔纸 能不能突破八次 我们把这个锡箔纸 踩一段下来 好 就是这样一张的锡箔纸 我们来叠啊 一次 两次 三次 叠得有点不平整 捋一下 四次 五次 六次 可以看到我叠到第六次的时候 它还是非常的薄啊 这个真的是有戏啊 七次 八次 看到没有 这是第八次的状态 是无前例的薄 现在我要叠第九次 我 我 虽然它很薄 但是它变得非常的坚硬啊 第九次 能不能成功呢 我的天哪 主要因为它太硬了 我捏不动它 不过我相信借助工具的话 它绝对是可以对折第九次的 你看它这个厚度 还不是那么的厚 接下来呢 我打算把这一整卷的锡箔纸 给它对折 看看在这个长度增加的情况下 能不能多对折几次 这个长度应该是有五米左右吧 好像这个场地有点不够啊 好的 已经到头了 现在我们开始对折啊 哇 成功的对折了一次 好 开始对折第二次 第三次 再三次啊 就已经变得这么短了 四次 五次 六次 这是第六次的状态 七次 八次 九次 哇 这是第九次 一个长近五米的锡箔纸 成功的对折到了第九次 现在我们看看 它能不能对折 达到第十次 哇 非常的困难 它现在非常的坚硬啊 就像拿一块铁在手里的感觉一样 但是我感觉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看一下 从这里看的话应该也算是对折了十次 这边的话就有点翘 现在它完全就是一块铁了 那么我今天是用这个长达近五米的锡箔纸对折了十次 我感觉好像还挺有成就感的 所以只要是在纸张它够薄并且够大的情况下 它对折的次数是可以稍微的增加一点的 并不局限于七次 好吧 那这个比较无聊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